連升三日的港股 昨日出現預期的回套 恒指低開後反覆逼近二萬點關 最低時該關口被卓穿 見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四點 跌二百四十七點 好有大護船即護盤 迅速收復二萬關 因這關口乃兵家必爭之地 輕易不可以放棄也 新經濟股全面回軟 步調小見的或一 平台經濟股的四大天王 跌幅在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之間 其中以阿里巴巴跌得最重 一度低見88.5元 跌4.4元 跌幅百分之四點七 再這個水平 買家又再集結 好淡短兵相接 結果該股收報88.8元 跌百分之四點四 表現穩好的是銀行股的匯控 和電訊股的中移動 匯控幾乎全程都處上升太小 成交不多 主要是孤家適售 收報51.8元 升百分之1.4 中移動的慢熱作風未變 但卻是暴力穩重 惹人好感 昨日全程在51元上下穿梭 收50.9元 升約百分之一 特區政府宣布放寬海外入境人士 隔離規定 國泰航空自然受惠 升了百分之1.4 酒店股反彈 大酒店漲近百分之四 相當不足 由對海外入境人士 檢疫的放寬看 與內地通關的進程 應該是跨近了一步 逐步放寬 科學防控 應是現階段抗疫工作追求的目標 為此 大家可以 先人一步 審視一下九尋的內地公路股 我有此想法 佳恩近日閱讀了灣區發展的通告 披露其擁有的廣深高速公路 六月總路費收入達2.3億元 按年升百分之二十一 日軍路費收入折合全程車流量九萬架次 年升百分之二十九 另外 廣珠西線高速 也錄得年升百分之十 及日軍車流量年升百分之二十 從上述數字可以預期 大灣區的運輸交通包括人流物流 在下半年起已經恢復增長 倘若放寬措施亦為及內地來港旅客 則對各方面的刺激會更大 公路股的人車流量會再度增加 亦屬預期之內 大灣區有兩隻公路股均可留意 一是今日公布業績的月壽交通基建 屬超級高息股 以去年派息計 有百分之十四周息率 今年相信難以維持如此高的派息率 但即使減點息 依然值得持有 另一隻是已公布業績的灣區發展 周息率百分之八 前身是合和公路 年前收購價每股4.8元 現價跌到2.3元 低了五成多 實在是大件夾底食耳 恒指昨日跌156點 成交749億元 為今年次低成交紀錄 成交749億元 五成交749億元 成交749億元 成交749億元